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分纸的一例幾趟 整理七幾趟 是他的平常 安好 對不對 安好 一個安坡 好 有沒有哪些我要看不動 還是就看不動 已經很冷了 你們現在高二正在學姊姊運動 姊姊運動 那我今天會用兩種方法解決給你看 一種是小學算數 那另外一種是維基分 兩個方法都會有 好 假設我今天這裡有核圓球運動 在初圓核運動 這個M 這樣再跑 M這樣再跑 跑到這裡 那這個叫圓核運動 那所以我們前提就是 我今天有個等數率圓核運動 那等數率圓核運動 我今天要做的是 就是他這樣來 這樣來 對不對 等數率 所以我必須要知道他所有的層次 所以戰術怎麼設定 那這個戰術怎麼設定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搞清楚 我 不建議各位以後是隨身要一本筆記 像我的物理筆記本 堆起來堆到這麼多 因為 你當時在寫的時候 搞得很清楚 一兩年之後你不會忘記 對不對 可是忘記的時候 再拿起來翻一翻就 我當時怎麼會寫到這麼多 哪有想像的 就可以自己教自己 就馬上可以換起記憶 好 要不然 你這個人現在就是忘忘 好 你看 這個會有V 對不對 這個會有V 所以第一個 V 因為是等數率 所以V等於T分之二拍 OK吧 二拍是圓周長 對不對 T的話是周期 所以你的圓周長 處理周期 所以你的圓周長 這就是V 對不對 那T分之二拍 就是角速度 角頻率 就是Omega OK 角速度或角頻率 Omega 那Omega 如果不是很懂的話 也沒關係 不過先給你們看 Omega就是T分之二拍 或者是 Ct分之二拍 好 就是 簡單說就是 繞一圈花十秒 一秒繞幾度 一圈是不是360度 我一直說 你比較算是有多 就這樣 現在問題就來了 就有個同學開始問 欸 老師你講是360度 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是用二拍 對不對 那到底二拍跟360度 是什麼 我還想動 自我問你 看我高興 我用360度 二拍 為什麼要這樣做到 那二拍 不錯 大家給他掌聲鼓勵 他講對了 二拍 二拍就是長度 你想想看 今天贏得那麼遠 你要去量他角度好不好聊 角度是最難量 對不對 你還量腳氣 是吧 可是長度是不是很好聊 長度是不是好 我今天這樣線拉 我遲一拉 我遲一拉 我就量好 請問你要站地球車 是不是就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所以這條線佔幾度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是弧長 所以弧長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用 近度 近度這種拍 就是3.1次的代表值 所以理論上來說 假設今天半斤是一公尺 所以這個圓周長 就多長 整個圓周長 多長 2拍R 對不對 是不是2拍省1 是不是就是6.28 是不是就是6.28 那什麼意思 就是6.28公尺 代表幾度 365公尺 那如果我今天想問 1公尺是幾度 你不會算 我們就1 除以6.28 請看自己 對不對 是不是在乘365公尺 是不是 所以我只要有長度 是不是就是腳步 可是量長度 對我來講 是不是會非常方便 對不對 量長度對我來講 會非常方便 所以這叫做靜度 量長 各位 第一次 學到這個 很多人到研究所 都還搞不清楚 所以他跟366公尺都說 363公尺就是要量長 輕輕量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的長度很好 就是長度 我量量 我就說要幾度 高師 高師 有沒有聽過 高師那個數學家有沒有 高師王子 數學 數學王子 高師有沒有說 你知道他晚年在做什麼事情嗎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幹 因為高師在年輕的時候 他很聰明 他是要投資女才比較重要 所以他就買了一大堆股票 過了幾年之後 大賺錢 所以他超有錢 然後他就直接退休了 這就沒有錢 他已經不用 像各位以後一定可以為錢盤 高師不游 所以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晚年的時候在幹嘛 在量距離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看好 知道他都能讓大和高峰的距離多少 然後再去量到這個什麼公園 然後知道他們多少 然後再把它連成一個三角形 大家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會覺得這怪的好怪嗎 他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兩隻的三角 三個角 然後他發現加起來不是一百塊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什麼 對啊 因為他在球面上 我們不是生活在地球上嗎 他是萬道 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那個 有錢人 然後素柳王 沒有 小的都不耐心 所以不要小看他那個人 他已經在做突 突多邊竟的內角度 不是三百六� rainbow 不是一個大大的都是 OK OK 好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這件道 這個 腳頻率 屁股是頻率喔 它就是Omega 還是Omega 腳速度就是Omega 反正只要 你就把它想成一秒鐘三幾度 是Omega 那它跟屁股一樣 B的話還必須要乘R 所以你看 假設這裡有兩個同心圓 那他們一起在跑 你覺得他們的什麼同心是一樣的 假設AB這兩個同心 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Omega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B不一樣 最外圈的B會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比如說銀河系的某個 比如說 某個星球 Alpha星球 它今天稍稍走 走了一段距離 你覺得遠不遠 開玩笑 但是太遠了 走一段距離 搞不好要幾十光年了 是不是 所以半徑越大 數目越不會越大 所以為什麼當年 哈伯觀射這個宇宙網站 奇怪 怎麼會發現遠方是有疏忽 而且越遠的疏忽越長 都會轉 有聽過這個嗎 哈伯 哈伯知道了 哈伯是一個天文學家 後來美國有個叫 哈伯太空望遠鏡 就是用它命名 哈伯太空望遠鏡 射到外太空上來出了一件球子 就是所有的影像 一打開都是模糊的 為什麼 因為有球面相照 當初在磨透鏡的時候 沒有考慮透球面相照 這樣就能丟臉 就是你一帶那個望遠鏡 射到它 結果它近視 好不好 閃光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你是拉扎 怎麼辦 雖然你拍太空說 去修復 他們就有個離太空的聲 去寫修復軟體層次 在上面再加一層 修復快救了 OK 所以有很多事情 所以大家基礎實力要強一點 好 好 我今天要證明這個相親力 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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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還是會轉 那請問你它是誰的功能 歪有引力 所以代表向心力 可以是任何的形式 可以歪有引力可以伸張力 或者是練磁力也可以 是吧 可是呢 以力學上來講 你的向心力就是 FMA R分之R分 T分之R分 他沒有 那這個要整個正 這個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天氣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推到到青年之光 有沒有辦法 我看各位阿,我是不錯的 所以第一個是相機 第二個是重力為難的計算 全部都有的時候 我就可以開始來推到 青年之光 1913年 然後來推到末瑞 所以當時可以提出這個 太重心的想法 的確是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看 就是F等Main這件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 他這個 我必須要讓他動一個角度 讓他移動一個角度 所以讓他移動一個角度 我還要順他加速 順他加速 所以他從這邊滑到這邊 看我來給我一場對不對 那這樣畫起來太囉嗦了 我是可以把它改成 我畫成一個很漂亮的 一場對不對 他就是這樣移動 從這邊跑到這邊 那這個角度 那因為是很小的角度 我就要丟他四場對吧 好 那接下來大家就要 面臨加速部 F等Main A 那A的話就是速度變化 對不對 速度的變化就是丟到B丟到B 丟到B丟到B 那可是如果真的要寫 順時加速度的話我加起來 7 我必須要加一個0 6大D7C0 好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幾短時間之內 他動了一點點 對不對 動了一點點 動了一點點 那動了一點點 速度是不是還是有變化 而且老師你不是等速率圓做運動嗎 沒有錯 沒有錯 他從 他從1號位置到2號位置 所以他的B1 跟B2的大角是一樣的 這是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呢 他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變化量就是角度 所以他是向量提高 所以他必須要把角度轉起來 所以原本這邊是這樣 B1對不對 這邊是這樣 B2 所以我是不可以再繼續做形變 因為你從B1轉到B2 不是這個 就是這個角度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再把 這個是實際的 啊 可是我今天要做的是Diota B2 Diota B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B2-B1 對不對 Diota B就是B2-B1 所以我的關鍵是B1 B2 不是這個啊 所以我 因為他是向量B1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移過來 那我把它移過來 我是會變成在這 B1 B2 我是不是可以把 變成在B1 B2 對不對 B1 B2 好 B1變到B2 那B2-B1 那B2-B1 那是什麼 就是掉到B 對不對 我減掉你 就是從你 直到我 這就是掉到B 他會炒 這樣會變化 這就是掉到B 你你們是 這個 語線變得有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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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平方 等於A平常 B平常 B平常 解 2AB 我再一次一下 這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學過 如果他是90度的時候 這就是0 如果他超過90度的時候 感覺這會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C大超過90度 C大超過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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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變成加強 後面變加強 所以他是不是就會比較大 對啊 這叫語線定 語線定 這個三角不做有學過 對啊 三角不做有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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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得我們在當子國 他就全散了散 高音就交為接吻 來 明明 明 沒關係 你三角不做 三角不做 三角不做 其實這樣概念很簡單 我先問你 你現在有三個邊 三個邊 你會有其中體質 Bitch的喔 就是誰誰誰 女兒七種 六個 六個 為什麼六個 三個 馬上就在那邊 倫倫就六個 所以三角還是就六個啊 這三角什麼意思啊 都會是嗎 好 所以如果要規則的統計 我是不是可以用C當作底邊 是不是 C分之A C分之B 是不是一種彼子 那另外一種彼子 我只不可以把 C放在上面 對不對 然後我再去除以這兩個 除以B 除以B 除以A 對不對 OK啦 那另外一個是 生涯A跟B的關係 那就是A成B B 所以這母子是Side 好嗎 這就是CoSide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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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好Second 然後可以嗎 那其實 都沒有什麼意義啦 就是 它就是一個彼子啊 那為什麼這個彼子很重要啊 我今天這樣講解我 很希望你對三角很足夠 有初步的認識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彼長 假設我給你三十度 那我會給你二 一 根號三 我會給你一個一根號三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Side三十度 Side三十度 Side三十度是 C分之A 所以Side三十度是多少 這樣表現 2分之1 那 所以一個是2分之1 另外一個就會是多少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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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Tension的話 是這個除這個 所以這樣 根號三分之1 啊所以Cutension呢 欸欸 倒過來 我這兩個倒過來 根號三分之1 那Second呢 Second的話 是這個除這個 所以就是 2除1分之1 對不對 那所以 通常 同學畫個這個三角度 就是這個三角度 就是這個三角度 如果有 六個 三個三個三 天均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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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side tension 如果有同學 通過講說 老師我們現在三角度 說 只有學3 沒有學6 有沒有這種說法嗎 有啊 確實 只有學3 都沒有學6 太誇張了 那你多學3 對是不是會怎樣 對 對 他不是都一樣嗎 他的對角線合起來就是 相稱是一樣 不回到處 他跟他都不回到處 他跟他不回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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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還有一個 平方格 這個三平方加 三平方4 tension tension 平方加 eagle 而且他們有 這個中間 那各種 沿途 一個 那個 就這樣清新 鬆鬆 做法 三角 abroad 至少基本款 那各位同學 你也不要憂心 我已經三角 岸數 這個視頻已經在網紅上 有畫型 給你看 上面臥 上面也有圍形分的推倒 有圍形分的推倒 這樣可以嗎?三角蘭樹 那我為什麼要學這個三角蘭樹 很多同學就是為了考試才學 不要這樣子 三角蘭樹的意義在哪裡 我為什麼要去算米子 假設我有比較大的三角形 假設我這個角度也是山蘇 你覺得這筆怎麼會一樣 真的就OK了嗎? 他已經叫No More來著了 只要你叫30、60、90 對不對? 不論你多大、多小都是什麼 都是這種比例嘛 那一旦你知道這個比例之後 那假設我現在這個長度不是2喔 而是10 那請問你這個是多少? 5嗎? 那這裡是多少? 5分好深 你不就全部都算回來 所以三角蘭樹就是兩兩之間的筆 你知道嗎? 這個筆子你知道 實際的編長應有 是不是馬上就出來 這樣對我就是很方便喔 我今天有個三角蘭樹 我只要知道這個賽蘭樹 比如說 因為你們現在有計算器 那角度不一定要推出腳啊 17度可不可以算?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覺得Sign 17按一下就好 你們現在手機超強 都有計算器嗎? 對不對? 你把它橫躺還有工程用 那可以看得很好 那不就算出來 那這樣不就是很方便嗎? 這是它三角蘭樹的應用 好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一個三角蘭樹 你不要這樣我要算這個掉大V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點電子去算? 可是還是很麻煩 是不是? 非常麻煩 我今天要研究的無視DELTAV 很寬的時候 我今天要研究的是 這個DELTAV 在幾短的時間之內 幾短的時間之內 它的變化量很小 對不對? 所以呢 要研究的這個似乎是這個樣子 似乎是一個很小 很小 很小 EY V2 那當它沒有那麼小的時候呢 我本來要畫這條直線對不對? 可是這條直線跟這個弧長怎麼樣? 是不是就幾乎快長了 本來是這樣照過來會有弧長 對不對? 那這個是它的弦 是不是? 可是當這個DELTAV很小的時候 這個弧長跟這個弦這個長 是不是幾乎重合? 是不是? 那重合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 假設這DELTAV 你會不會算這個弧長? 不覺得是這樣嗎? 我們今天在算這個弧長 你只要告訴我半徑 只要告訴我半徑 只要告訴我C長 這弧長是不是叫RC長? 請問你圓周長的 對不對? 所以R層上C長就是五常 所以你看綠色這個五常 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立刻上來 是不是就V層上C長 對不對? 是不是V層上C長 就是五常 這個前提條件是 那是DELTAV屈近一點 就是DELTAV屈近一點 就是DELTAV屈近一點 是吧? 這個綠色的跟紅色 是不是就幾乎重合? 可以嗎? 好 那幾乎重合 我是不是可以帶進去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時候我把另一個DELTAV屈近一點 帶進去 帶進去 所以你這個五常 五常把它帶進去 因為DELTAV屈近一點 那是不是就是VDELTAV屈近一點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那DELTAV屈近於DELTAV屈近 你看喔 整角數率的運動是 不管你用任何角度 處於任何時間 都是什麼 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會不會 DELTAV屈近一點 會不會是DELTAV屈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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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因為它是等角數 所以 這裡 DELTAV屈近一點 會變成什麼? D 屈近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 我在這裡寫一點 假設我們 A先不屈近 在裡面 所以對A而言 我是就算是它是BOMICA 對不對? 然後加速度是BOMICA 那B的話 是TMAN2P OMICA 是TMAN2P 所以我是D 就算是TMAN2P A 2P 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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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 2P 3P 把R分之际第一再進去 所以也可以選擇R分之陣 我是不是就可以整理一下 A等於R分之陣平方 AT平方之拍平方 AR分之下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寫 不要 我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寫 那這時候我再把M寫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像星星就會有 這個就是國小版的 像星星 是不是有這個 國小 我們那時候國小就有學三種文章 學校 I-R就像文章 你們現在這個也不教 那個也不教 你這些東西都不教 難道衛星就不要用嗎 然後衛星打上去 需不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要好 到目前為止有夠問題 有手機的同學 趕快先開 怎麼樣 電話號碼會什麼是直線的 這個是向量的加法解法 好 那你現在現在問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向量的加解法解 向量 向量加上 今天如果有個A向量加上B向量 A加上B 它的答案就是C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你帶來這裡 對不對 再把你帶來這裡 對不對 這很容易從這邊 然後這邊 所以這個要向量加 好 所以這叫三角型 好 所以A加B 1.C 那如果我今天想做A-B呢 我今天想做A-B怎麼辦 A-B你可以想在A加上B 對不對 對不對 那B在這裡 5B就在這裡 是吧 所以A-B它答案會變成 什麼 想說我叫B 所以A-B之後就會變成這個B 所以換句話說 你如果做一個B字面子 A加B就是這個對角線 那另外一個對角線就是A-B 對嗎 另外一個對角線就是A-B 那A-B還有一個簡單想法 如果我減掉你 你都是這個對角線 有幾個大的 我可以在那裡面 是不是自動的 你就是在那裡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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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這個在哪裡 那我看 所以A加上B 你和下 你都在哪裡 那你哪 在哪裡 如果我 你 不管你的座標之後定在哪裡 我減掉你之後 剩下的是不是就你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A減掉B 剩下的就會變成 B 直到A 就是把B當原來 這樣理解嗎 所以 A減掉什麼 就是誰知道B OK 好那這時候你看 如果這個 加掉是C 加掉是C 那你現在可以做 合成之後A加B的答案 所以A加B的答案是C 所以C的答案 C的答案是最長的這個 這是C 所以這裡是排列C 那這個長度本身是A 這個長度本身是B 這個長度本身是B 那這個長度本身是C 所以更新這個語權我們可以做 C的平方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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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平方就要B平方對不對 這個 可是他現在加掉 就這樣 排點C 那C的排點C 這個就牽涉到超過90度 對C 對C而言 它的 一二向線 一四向線是正的 所以超過90度之後 變故 所以這個整理一下就會變C 這一個 好 這裡會變成 像要多一點平方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我就算 C的長度好 那再來 E的長度 對條線我也會直接這樣算 E的長度就變減了 OK 這樣有沒有回到的問題 像這樣 所以誰減掉誰 就是誰知道誰 所以今天 他減V2減掉V1 但是給V1知道 就是V1知道 那這個就是DOTAV 本來DNRP是要用余懸念去算 就是非常複雜 可是當他很小的時候 這黃色跟綠色是比較長 重合 重合之後我只要用V這個長度 才這樣可以讓他成長 自己的複場 對不對 那複場以後呢 再處理時間 那我就會得到AS長這邊 AS長 這樣OK嗎 行不行 好這個就是國小的證明 國小的 沒有看到尾姿 而且很容易就決定 而且很容易就決定 所以向心加速度就會跟什麼 不管 這個V跟R 還有更周極跟R OK 那邊 牛頓當時在推倒外有引力的時候 他當時已經推倒出傷心力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推倒出外有引力 因為他少了一個共識 聽起來嗎 好這個黑白是把它拍起來了 我們這邊有 因為各位是小高兩好 可是一切都是新鮮的 一切都很嚴峻 而且我看到 各位的成長 也是蠻有趣的 就要快一點 因為有些同學都現在還在觀光 你高一上學期 你高一上學期 你高一到下學期 下學期 老師一樣是開量子定學水平 雖然是不一樣的課程 可是基本上是連續 就會延伸 下學期 我們就會來正式推倒一下 學律女班 因為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就跟我講一下 老師可以挑 比如這個實際 或是未來 先留一下 剩下的 再慢慢 外面去學 不過你們還快一點 因為這個 這個流程 是蠻複雜的 我為了要推倒七面子光 我必須要先教他學 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哪一塊痛的 還是都看不懂 那就是你的問題 看不懂是這樣子 你就每天看他 有一天你就會看你 就是他只是一個人 你要守其他的勇士 就是他的同學 一直沒辦法接受 啊 他一直沒有辦法 買早 買早 有些同學 可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就每天到 打到後來 你發現了 也許是你有命啊 當然 你剛剛沒有錯 全部都知道 都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OK OK 後面 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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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不要緊張 開放 不要緊張 好 那目前為止 我們講了什麼 我們講了 相信力 我們講了 向亮的加減牌 那我們還講了 三角眼鏡 那向亮的加減牌 我還沒講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叫啟盒的做法 還有一種做法是 右邊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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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還做得差 兩塊 那我現在來講一下 坐標法的向亮加減牌 你會發現非常簡單 老師你能不先教這個 坐標法 坐標法極簡單 可是兩種都很方便 可是呢 你必須要先熟悉 一種 我現在來才會另外一種 那今天這個課程 我想辦法把它進去裡面 然後我會給大家 這個有 方向我自己進去 那他一把 我想辦法 要想辦法進去 這個概念 那些小朋友一要來到學校 來到學校 黑白的位置 現在這個黑白就是要在 面對 玩的位置 再放下 讓他會炸的感覺 好 我現在講一下坐標法 像二圍的坐標法 是這樣 底上面會有坐標點 對不對 不會坐標 好 好 假設A 好 假設是61 B 好 這樣看起來 你說33 所以你現在有個A向沒有 61 有個B向沒有 33 對不對 那我現在 不如你 他請問你的A叫 你加了多少 你會不會唱 你有一個是61 對不對 你有一個是33 我請問一下 你再加起來 然後加起來就是90 啊 就是這麼簡單 你如果做加法之後就是這樣 那如果做減法之後呢 那如果還減B呢 還減B呢 3 現在,我 不做完了 而且還在指揮的角度 C就這樣 那C的長度就多少 因為C就9次 B40 才多少 81加上16 可以 全線 按住了 所以長度這邊也有了 然後下那裡也有了 但是全部都解決了 最重要的環子 到目前為止,OK嗎 好,所以我們這一個黑板 複習的 相信力 公式是這樣子 好,加上另一次 因為這個超會的 M的,你懂嗎 再來 R分4 B平方,再來 B平方,自拍平方的馬 再來 M,毛皮膏平方 再捏一次,這個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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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